公園監視器拍下一群人包圍騎士 藍衣阿伯衝過來 一腳狂踹機車 甚至出手猛推 騎士連人帶車倒下來 但下一秒男子馬上爬起來 油門催了就落跑 原來被民眾圍捕的男子 居然在公園亂傷人 把79歲阿伯打得頭破血流 嫌犯在停車場問阿伯 有沒有打火機可以借 阿伯沒理他 他居然就持拔丁器攻擊 把人打得老會老弟 事發在26號下午4點多 公園一堆人嫌犯卻大膽行凶 抄起工作用的拔丁器狂翁 留下滿地血跡 募集的英勇阿伯追出來 踹車攔人 卻還是被他給跑了 嫌犯逃不到一小時 就被逮衣服還殘留血跡 警方當場依準 先行犯逮捕人 全案依依殺人會退退的 罪嫌犯 借不到打火機 就爆氣 持力氣 打人腦袋 血劍滿地 有夠驚悚 志爾 蔡雙吉郭 宜貞 高雄報導 按摩 雙吉郭